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啤梨晚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 好 回来第三次的啤梨晚步 这个真是末日到了 有调查显示 这个的士服务调查 七成半市民 当日謝展环说 毕竟我们特区政府都是服务市民 是我们最大的职务 所以都要听市民的声音 今次这个垃圾声费 似乎我们还有些工作需要做 所以都会暂时继续押后 因为听市民声音是很重要的 他这么说的 如果是这样呢 这个网约车呢 你要听市民声音 七成半 七成半认为它合法化 喏 时代有进步 一个行业 起来是否另一个行业 还是死亡呢 OK 你网约车合法化 可不可以同一时间的士 合法化呢 是可以的 喂 但是的士路不夹 喂 他又说要这样 又说要这样 又要拿牌 又要买个牌 他又不夹 才不会说他的服务态 令他人不回答他 他自己不夹 那你怎么处理呢 先不要说我这个报新闻 真的有些议员 真的有些意见 你问我 喂 真的没办法的了 都真是 我真的觉得 喂 你很难 真是很难 你如果是网约车 我不知道你规管到怎样 如果规管到很紧的 也没有网约车的意义 OK 基本上 那架车合那个车铃 司机合那个 就是驾驶经验 那基本上就可以了 就有适合的保险 嗯 因为 他 服务态度那些 是他的comment 就是他个人那里 也有的 有几个星人给他 那你的的士是怎样的 所以 最后呢 我觉得的士 最实际都是买回牌的 就是政府出钱 出钱买回牌 那是不用特别做事的 因为政府现在不会做 没有任何政策说出来 就等到 如果那些网约车一合法化 我又不要那么坏 你说如果我是政府呢 我一合法化 一提升它 其实的士自不现死了 嗯 我甚至乎出了政府资源 又或者那些网约车公司自己 出了那些人和人装APP 教别人怎么回答 甚至乎如果你不懂用APP 你打电话 我们的人和你做公公婆婆 都还可以的 其实的士自不然是找不到 一合法化 我真的看不出那些的士牌 有购买有价值的理由 是啊 于是乎呢 老实说 你就禁了头来打了 嗯 不要那么坏啊 我说觉得 我觉得政府呢 真的你现在行政会 行政局 你现在错了 现在要谈了 十万 他现在说二百万 你又不要那么坏 就是他认识你 学里话说 去到那个时候 真的没有那么大价值 不如这样 一百万 不买回十万 嗯 你真是真 其实叫做一言之一步 那叫做摆平件事 喂 那我输 没办法的 如果不是我不买你回来 你到时的牌子值什么呢 你仍然可以在街上走 我不要说取替你 有没有人回答你 真的好说不好听 我必须跟大家说 有些东西我平时都不说 不如现在死去腊肉我才说 这个世间 上去的事情 当然不像你们想到 这么什么 譬如 在某些时空间 我有些老友记 拿小巴 你知道他们一天可以赚多少钱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们都不会说 因为说车主就是什么 最高工五六千 一天 如果Journal 三四千 一天 那十多万一个月 当然有 一间一间 十一二万 OK 于是他 供车会 给牌费 租给人 不就很松动 有些车主都不知道 有些是自己车主 为何欠什么线 譬如 旺角回元朗 我们这些在最前线的 我们的识得人的 当然知道 一天真的只要几十转 跟你死了 十几二十元 一转车 一程车 三四百 因为又有上又落 一天踩你十几转 找命搏 所以为何会有亡名小巴 但是有些车主都不知道 就估计他们应该有二三千 扣到油 有二千 二三千 就不知道原来 扣了东西 他都有四五千 那时候 排价自不然高 高居不下 是吧 不用你去计 人家自不然 为什么 那些人都争取 例如我 如果我不知道 有个兄弟跟我说 喂 我六百元 一千元 二千元车主要给 我求 我希望找六七匹也好 我不要找十几匹 你们想到 你现在怎样 现在 这个是 是你的整个私人 不是一瓣 所以当日 他们就说 你不要搞乱 原来他们在上水 他又不知道 结果 你失败也是你的 是吧 是吧 的士 其实 有一个韩国 今天我和蔡党老友 去批菜 他都不明白 他跟我说 他都不明白 他都不明白 那些 就是 现在通常街市 对面那些 为什么可以继续生存到 十几万租 走眼地 五六个旗档 一个一千元一天 然后卖那几元金菜 他都算不定 我们做菜 那是不是会爆呢 就是计 我们那些什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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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波罗向东 就是那类 我真的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嗯 好了 的士服务 申请年论坛 这个申请年论坛 其实都是什么 其实全部都是建制派 anyway 今个月4日到13日 访问了820名18岁以上的香港居民 OK 显示过去一年曾经用过的士 或者用过网约车服务的市民 超过八成半 当中39.3%就说 又有用过的士 亦都有用过网约车 只是用过网约车的 就是6.7% OK 好了 受访市民对的士服务 这85个 就是这820名的市民 对的士服务 倾向 满意 都有44% OK的 嗯 倾向不满的呢 就是有45个 其实就很近 就是一半一半 嗯 那也不是很差 其实一半一半 才会很严重 因为有一半是不满意的 嗯 你说如果 是 老实说 正常来说 应该是八九十五个 是OK的 我不要说很好的 OK的 10.8% 不满呢 是合理一点的 你叫一半一半 44和45 OK 好了 只用网约车里面 为什么要问他们用网约车呢 因为 在这些用网约车的市民里面 有六成的原因 就是因为对的士服务质素感到不满 而对网约车的服务质素呢 他们有九成半是表示满意的 九成半 那你说什么 是吧 好了 政府计划 引入全新的的士车队制度 就发出最多五个牌照 提高的 网约车的士 但是呢 调查结果就是说 如果收费商约 五成半的受访者说 如果收费商约呢 他一定呢 優先选这个网约车 其实网约车是方便很多的 OK 特别是一些比较繁忙的时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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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件事 不用跪倒 哎呀 死了 怕接不到 說真的 現在因為我們還沒合法化 有些人很捨立 所以都未敢喊 譬如我們在英國 馬拉雅那些合法的地方 根本 其實沒有人 還有的士在街上走 我不知道 過了都叫Crab 或者叫Uber 了 不如叫我3點半 現在3點3 我叫我 3點半 由這裏去到哪裏 有人接 有人接 3點35分 簡單 簡單 簡易 28.4 說完給你聽 五成半十方程是優先找網約車的 老實說 服務收費當然是重要的考慮 但以香港那麼富裕 搭這些車來說 其實香港有很多巴士可以搭 它不會差你少少的 因為網約車永遠有一件事 就是 它在繁忙時間 或者沒有人接 自然它會提高 或者你的人要必去 加5元加10元 都是很自願性的 但問題是 的士應該是計程車來的 又是這樣 你繁忙時間 它不就這樣站 你不就要加5元加10元 是吧 因為要召台喊 就是我覺得 政府一定要平衡 要想 你不能避免 不能讓它自身自滅 超哥 不過你在考慮政策的時候 就麻煩你 在理論上應該是的 就不要只是想一些持份者的利益 就站在市民那裏 想多些 然後呢 擺平它 因為你說的士都該死 這是沒有意思的 你擺不平它 看怎麼擺平它 輸就輸硬了 時代淘汰了 就是現在我覺得 譬如現在政府有誠意的 喂 這樣吧 如果我現在 它對我來說 見到二字頭 就是你問我 喂 再這樣下去呢 一字了 不如這樣 我就現在這一刻 我就搞你 我就二百萬 我就給他二百萬 其實現在是三島 有人說二 其實是三島 你看它怎樣 那些市民又會反對呢 不是 市民那裏不要理了 你是沒辦法的了 你搞得行 跟你搞不定 喂 喂 喂 因為呢 老實說 在香港 很多市民就說 喂 餵你老婆去做生意 不用什麼風險 又是你這些 於是乎就說 餵你老婆現在時代進步 那你沒事的 你就知道不到人 不用他淘汰 是的 那政府不發牌 不規矩 它又可以不給什麼去的 那你不一樣是 失法 有時候 沒辦法的 都說要是搞得行 都說以搞得行為準 如果給我 我真的立即搞 然後就 全面 但是 不過這麼說 我們說所謂如果 他們仍然是無所無所不肯認識的 不夠膽的 喂 老實說 你現在這樣繼續來 好了 那些滴滴的一臂壓力下來 喂 你想到什麼的 它現在到了的了 其實你 最後你都要什麼的 你都方便市民為主 好了 再不是的 你夠不夠僵 你搞不定 直接立法 你搞不定 往日是法 現在沒有立法的 所以其實你不知道抓了什麼 是非法 你立法 非法 是非法 你又不夠僵 因為上面合法 是非法 不行 其實誰要抓你呢 你強正勵志 那你當然要被人抓的 你要擺平一些東西 是嗎 沒有啊 死都糟糕了 這件事 好了 好了 給我 我真的給錢他們 雖然沒有我份 給我譚慧珠那些 他都不用輸的 他當年可能他的軍價都是十幾二十萬 那中間有買買過的 都可能三幾百萬 喂 譚慧珠每個牌嗎 一千元 對不對 那又不會一萬二十多 遲些一千元就不值了 他現在是不是有二三萬個牌 兩萬幾個牌 那都是幾百億而已 我們香港政府也有啊 好了 佐敦MMA 酒樓 本來有片 我不播片 話說 有人拍到 在佐敦富原海鮮酒隔 即是天口氣 星期六 上午十點多 有茶客喝茶 有一個光頭男子 在酒樓通道 就罵一個 紅衫男 阻住條路 然後 紅衫男 不分反駁 喂 我都看不到你 你幹嘛罵我啊 雙方因此就爭執 爆粗 就護罵 好了 然後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地面濕滑 這個光頭男 突然間把這個紅衫男 一下子推落地 紅衫男頭部 懷疑撼到旁邊的櫃 起床的時候 血流如珠 流蚊犯 根據讀者拍攝到的影片 紅衫男被撞跌之後 旁邊的食客就勸交 但紅衫男 無端無端掛彩 見到頭部受傷 血流披綿 當職就叉住這個光頭男的頸 將它推到牆邊 茶樓即工 和多媒乘客見狀 上前分隔二人和勸左 兩男繼續互相指貌 其後 紅衫男即是爆肝那個 抓住光頭男的右手說 你不要想走 第二條片就拍到 兩個人仍在爭執 紅衫男就舉手機拍著這個光頭男 讀者就報料 之後就說有人報警 又叫救護車來 救護車就直接為紅衫男 爆炸傷口 警方接獲酒樓職員報案說 較早前有兩名男子 因為空間問題互相推撞 兩男報稱受傷 送往廣華醫院 一名五十七歲的男子 即是紅衫男爆肝那個 纏額受傷 另外一個六十五歲 就頸有紅腫子被人叉 其實有二人涉嫌公眾打架 詳細誠言就不知 如果根據這個報道 這個六十五歲的人 就說這個紅衫 阻礙著條路 走開 阻礙著條路 紅衫說 我都看不到你罵我做甚麼 於是當然是互罵 互罵的時候 光頭男六十五歲那個 將他一推 紅衫男就掛彩 如果這個是讀者 和照片拍出來的 其實你先動手 我就不對 我就是那個 OK 這個紅衫男 即是給我 就一定是發圍 不是這個紅衫男 一定發圍 沒得談的 給我當我不是警察 我一定會突破你 起床 不用說話 無論 即是甚麼都好 是吧 但是現在警方說 二人涉嫌打架 將他被捕 現在是涉嫌打架 未必一定是落案的 但是我覺得 一定要搞這個廢佬 對嗎 即是我不知甚麼事 如果是廢佬 動手先 這樣就沒得談了 你酒樓那麼炸 你吵甚麼懶惰 真是天火 大家這樣說 如果是 我們不知道 如果說 喂 阿哥哥 麻煩你借一借 阿哥哥 借一借 你老媽媽 那麼晚 我們不知道 那個光頭 那個光頭男性 你怎麼阻礙這條路 叫你借借 你老媽 我現在 你這裡幾寬 我又看不到你 這樣又難說 所以這些事是難的 但是你為 說真的 這兩人現在被人告 可能現在已經在後悔 你為甚麼東西 為甚麼東西 我們先看照片 但是這樣說 如果我 吵不鎮雨那樣 不是問題 如果我這樣 你這樣抑握我 我真的沒得談 但是 這個不是吵不鎮雨 這個是陳奕迅 多點像我 但是 一個五十七歲的人 那樣頭髮 頭髮就不代表甚麼 你倆都是 隔壁就有十字箱 這個值得這樣看 不是 他這些隔壁 一撼其實未必很重傷 但是一撼 當然 你撼到貴到 你無情蜜 其實都很危險 下一張 這個就是一個光頭藍 我六十五歲 再下一張 當然捉著他 這個光頭藍 其實都是背著我們那個 因為現在背著了 地中海南 其實應該 OK 後面有一條 好像何韻詩老爸 姑爹那樣 下一張 這個就是勸交藍 這個勸交藍 大家先搞清楚 我都不知道 即是現在你說 好在這件事 這樣說回來 你推下去那一下 都叫做血流如珠 你說如果那些無情蜜 就是這樣滑 壓頭落袋角度 有甚麼事 不就好像 大角咀那些 那些 好無韻 嘩吞兒戲 那些人在地鐵上 有沒有看 有甚麼相片 突然間死亡了 我又打了一次 好了 這一宗 我問你兩宗新聞 第一宗就是內地 這些我不覺得是專門的 因為現在拍出來 似乎是被這個桌球譜拍出來的 就是說 某間桌球室 OK 當時店內 人來人往 是今年的6月13日 很多朋友在打桌球 但是有對男女 竟然在桌球室裡面 靠在床邊的座位上 女生就坐上男方大腿上面 不斷摸 然後越來越大膽 甚至乎直接伸手去摸男人 男人很興奮 之後 你更加懷疑 以坐姿合體 就是坐下 打桌球 打桌球 這樣就離譜了 這樣就離譜了 因為現場除了 不認識的民眾在打桌球之外 更離奇 就是他們那些同伴 打桌球你之雞 就過來 若無其事地跟他們聊天 兩個人 一邊聊天 一邊跟朋友聊天 一邊打桌球 那一邊是女還是雞 雞 雞都不會這樣做 彼此間似乎都覺得公然 吵架是很平常的事 事後 東主就把監視器的畫面 夾了出來 公佈出來 而且對他們的行為驚呼連綿 當然 公安那邊已經在找資料 準備要去教育他們 我們看一下照片 先坐上去 坐上去 坐上去 有些雪白 應該是在搏 為甚麼呢 去打格那裏 應該是奔桌 其實可能是皮帶 像奔桌 第二段呢 刮膝 這個不是朋友過來聊天 那個朋友 但那個朋友 不知道為甚麼 那隻腳呢 鬥著那隻腳 是 在刮膝 那裏 不知道 我們先回來 似是喔 在刮膝 說真的 女兒又指 首先 一男一女 我們現在不是那個年紀 如果去到最熱情的時候 會忍不忍住 我承認的 我承認的 不奇怪的 不搏東西的時候 搞出大頭髮 人禽之堅 不是搞出大頭髮 不是忍不住搏東西 是 你有家就固然好 錯人是 我們見到很多 譬如上天棒 誰知道原來 天內有天 天棒四樓 就是商場天棒 原來人家十八樓 昂九九 平時十年都不會看下去 突然看下去 咦 有兩個東西動去動去 立刻用電話移過去 蛤 你搏東西就影響了你 但是 但是 都真的 你會 都盡量躲起來 就很少說 你說在這種場合 打Karen有的 就是 打得火熱 甚至乎 偷偷地 握他一兩下 有的 譬如我們拍拖的時候 少年時候 有時候忍不住 硬一下 握一下 那個女生 如果緬甸一點 害羞一點 都馬上生氣 他不是生氣你握他 他都喜歡你 但是 是街 是街 街 這麼難 你已經解決到 這個女生 原來 不能玩你一下 說真的 好像我老老生 但我國溝每一條女 都會在街上試試這些 是 譬如 走到升降機 自動電梯 站在前面 在後面 不是拍 拍之餘 掛一掛 看他生氣路度 是 如果 怎樣刮 這樣 繞一繞 真的 如果生氣路度很高 神經病 有這麼多人 那時候剛剛熱戀 他應該很接受 你知道這個女生是端莊的 可以做到哪裏 有些不是 有些 有些 跟你吃飯的時候 真的用手 在街底 按這條J 有的 即是 坐對面 找腳 有的 那你覺得 咦 他是比較開放 比較開放 不代表他可以人不屌 你可以搞清楚 他喜歡你 他喜歡你 也有這些 即是他探青了這條女 那個是什麼 但是 至於 如果你想到山沖 譬如你去游泳 現在是大浪西 不要大浪西 大青 嘩 很多遊人 沙灘 海裏又有龍潮儀 又或者浮台 但是 有時候忍不住 摸天石地 因為這是很多人的fantasy 都不奇怪 因為 你在水底 不是每個人都看到你 動的 是吧 又沒有人叫你動得很快 剛才有人在游水的時候 你還說話 在玩 抱著女兒 看到你走開 又動 都一格 但是你在那裡 在桌球室 即是等於 你在戲院我們都明白 黑漆漆 你說如果有一天我們逛街 在海港酒樓想吃蟹 想著金晶火眼 看看客人有沒有換過我的蟹的時候 然後看到 咦 你幹嘛想著 有人在那裡吊蟹 我真的很難想像 就算你躲在一一二便 不是坐在梳化上 除了褲子 這樣就刮身 還沒有 那些朋友走過來 摸那條女兒 那個問題是摸的 就算不摸 一天吊蟹 喂 吊你了 到你了 你打不打 聽到我吊蟹嗎 如果你真麻煩 昨晚有沒有去看談判專家 談判專家 好看啊 你先去吧 吊你了 你有沒有吊 我真的覺得很神奇 是吧 是吧 好了 另外 反而這宗新聞 就揭示另外一件事 首先什麼叫爸爸活呢 爸爸活呢 是日本的援交女生 一個term來的 就形容那些 就是印客 好像日本的爸爸那樣 去照顧他們 OK 爸爸活 另外一個女生 叫化名夏川尼塞 22歲 他呢 就是靠爸爸活為生 爸爸活呢 他們甚至乎覺得 有一分 認識日本文化的朋友就知道 又跟玩家有這麼多人不同 他們每一個人分 其實你們分得這麼多 就跟Sugar Daddy有分別嗎 就是Sugar Daddy 其實就是做雞 你說到這麼多 有什麼玩家好性 根本就是做雞 你們搞 你們考納這麼多明目 其實是你們自己看不起做雞的身份 那雞都有很多不同的類別 就是做雞 這些是141 這些就是 就是雞 你說到這麼多把 價錢就很大分別 好了 他說呢 他每一次收錢 就收兩萬日圓 兩萬日圓很便宜的錢 現在九百多元 他說只要他自己說是處女 就可以收到五萬日圓 他說他用這種手法 至今已經有超過八十個人 中了計 過程之中只要用一些小技巧 客人就不會發現他並非處子之身 首先就是那種處女情意結 我覺得呢 不多不少會有些處女情意結 很多人說處女不好玩的 是很大責任的 但是如果說 就是這樣說 喂 挺好女的 三哥哥 喂 有好東西 有什麼好東西 你真是 有什麼好東西 見過馬歐呢 有什麼好東西見過馬歐呢 有個女的金叔下來 金叔妹這樣說 是主人的 你別這樣做 你別這樣做 不要 不是喔 你別這樣做 真的喔 人家出來做 我始終要給別人 而且不貴 你已經說 別人同樣的 你別這樣做 你別這樣做 你很少 我覺得不會這樣說 多少錢 三千而已 屌你有沒有露點 三千隻豬 屌你 是喔 喂 真還是假的 別人養到女兒這麼大 好可憐的 屌你 大哥 你不要說我那麼多 你要不要 你試不試 我這樣說 其實 你說三哥哥是否對處女 有情意結 他未必是 但你一說到這樣 男生就會 屌你 很多時候真的回來了 不要說處女 這條女 剛來做 做了兩天 你都爭著馬上去 過兩天 被人玩到慘了 現在先去 大把的生態 甚至乎 那些媽媽說 喂 靖哥仔 喂 這個小美 想給你笑 新鮮滾熱辣 今天下午才到東莞 拿了車子出來 發痴生女 作語24 然後你看到她 還沒怎麼化妝 眉毛好像還沒拔 你好像而已 其實 又怕怕臭臭 這麼厲害 是啊 剛剛來而已 Training course 都未上 你對的 你今晚給我 training 他 記得石柱去 小美 你都說 托下眼鏡 其實 太有這樣的心態 好了 這個夏村 美賽化名 他說他靠 扮處女 至今額外賺了四百萬日圓 四百萬 二十萬 港幣 他說他用交友網站 尋找目標 根據市場價格 他說如果客人想購物 就兩萬元 客人一提出要求 他就開始殺叫 裝作 說自己還是處女 要對方五萬元 他說 多過一半的客人都會接受 因為你不是太貴 OK 咦 如果你們有沒有 有一條野性的女郎 在我們面前走來走去 OK 等一會再說 他為免被識破真身 他說他一出去見客的時候 他會打敗成很清純的大學生 其實絲絲紋紋紋化探妝 令他覺得 別人覺得他都很純淡 跟著呢 在交易過程的時候 他就會不時大喊很痛 首先要講到一樣 他要做一個處女膜 如果假血呢 要做很容易的 有一些不知什麼 膠狼 可以頂進去 西村大法 就是假血 但其實呢 原來處女的破處 是 有一半是不一定會落紅的 一半是 比例是很高的 真是處女到 OK 有些 他一滴紅 原來 有些根本就沒有什麼處女膜 中原一點紅 為什麼呢 他不是狂飆血 那你一邊吵的時候呢 那邊慢慢慢慢都未必能看到 有些 可能你吵完之後 擦 擦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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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紙巾 在一大堆鼻涕裡面 有少少血絲而已 是 就不是說 吵你有沒有 你猜到 你猜到 是吧 說真的 那些人說 喂 Bandy哥你這麼有經驗 不知道大家 真是不知道 其中一個錯號 我很多錯號 是什麼錯號 那時候 九龍雕刻刀 嘩 為什麼 他正式來說 我不是叫做雕刻刀 就是灌口刀 但是 如果說九龍灌口刀 太明顯 辱算 對嗎 雕刻刀就不一樣 OK 沒有東西的 我經常覺得 你待會兒在少年時代 早些 大膽些 就很多這些機會 你一到二十六七八九歲 沒有兩難 因為你難賭美女 有多少處女 除非錢 可以給阿叔 幫她破 你一定要在自己 在你年輕的時候 苟且比你更年輕的女 那你才有機會 OK 好了 喂 如果不是 你去到三十幾歲 九到二十幾歲 都還是 你的牛奶 反而 什麼事啊 你都在做什麼 好了 他會不時叫好想通 他說 他說 其實接客人 他本身就不開心 所以他表現出來的 不舒服 不是做戲 而是自然反應 亦都因為那個自然反應 真的受到味道 通啊 對嗎 哇 他的客人是很滿意的 反而客人還會 叫我廚 慢慢來 他說 記者問他 你會不會有罪惡感 李蔡華絕對不會 他說 他說 他覺得那些 對處女感慶著的男人 其實很令人嘔心 這樣也是 處女情意見 他說在過去有不快的經歷 以前因為迷戀男公關 其實很多日本女生 是迷戀男公關 給那些牛郎 騙了錢 很多的 就跟他說騙 沒錯 因為因此而欠債了五百萬 就是二十五萬左右 OK 他大部分呢 現在就用回揚禮的錢來還債 他現在只欠人家幾萬元而已 大概一百萬元 他說 不過 他說他就算 還債之後 他之後都會用這種方法 繼續吊高來買 對呀 吊高來買 厲害 因為這個已經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 那人家都開心的 以為自己吃了豬 是啊 然後跟朋友說他原料 又菜口煲糕 不要說吃到豬 吃了一個純一點 他都開心 說真的 其實大家計一條數 出來 你去做雞 你去做五百元 即拆三百元 說收四百元 拆二百元 二百元 你一做十個客人就二千 一個月 做二十五天 那你休息一下 二十天 四皮 今時今日四皮 沒什麼力 我當你大陸女生 因為 你不同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你找十多萬回鄉 已經有建屋 又做生意 你現在十多萬回鄉 一浴金 沒什麼大將 找十多萬回鄉 沒有力 但是吊高來買又不同 譬如你說 香港 據我們所知 有些大學生 真是本地大學生 他真的收到一次三五千 還有些人 如果他真的漂亮 夠高 有些人再送禮 大學生 最少都幾千 三五千 是吧 喂 他一個月做十個 part time girlfriend 你不知道 可能不止 三五萬 是吧 有些人再送禮 有錢過你 是呀 又說送我包包 是吧 你老美 甚至乎 他一開始一定是說 我們選 慢慢慢慢的 銀紙花碌碌碌 還選什麼 是吧 那你 這樣就是 濫一點 這樣做少一點 但是 你男人很醜 所以你越叫他 他就覺得 是不肯紅的 你如果同一條女 在一樓一 幾號比較 你問五九 反而你 不是呀 吊了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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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校長是不是張祥 是啊 吊了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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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你要問他 要證明你 是不是香港大學生 你知不知你校務委員會 的主席是誰 喂 真的有些學生未必知道 當然不知道 黃佩思 不是呀 是黃韻思呀 你老母 好嗎 好嗎 待會兒一會兒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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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對